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叛逆的事情 應該就是背著父母 偷偷談戀愛 而且是大談戀愛 沒有認真 沒有非常認真念書 然後夜晚 一直偷偷講電話 一般人在工作上遇到挫折 或者是很 就是工作覺得壓力很大的時候 常常都會講一句話就是 唉 多希望可以回到 當時單純的學生時代 NO 我絕對不要 因為我覺得當學生很累 很早起 要趕校車 天還沒亮 很冷 而且還要穿制服 而且制服很硬 還有很晚睡還要去補習 回家念書念到一半就睡著了 然後第二天還沒睡飽 又要被挖醒來 繼續的趕校車上課 要不停的考試 不停的考試 被填壓填壓填壓 我不要 never 我不要再當學生了 我從學生時期 脫離學生時期 就是脫下了我的制服 脫下那些束縛之後 我就立刻到台北 也離開了父母 離開了自己的家鄉 跟兩個姊妹一起在宿舍 開始進行一個演藝生涯的奇幻里程 進入五光十色的舞台上 當一個天涯歌女 我覺得非常開心很愉快 就像一匹脫漿的野馬 但是也因為這個工作 讓我更認識自己 更快速的成長 我很喜歡這個過程 我也覺得自己很幸運 但是唯一不變的應該就是 我還是一樣很真實地表達自己 只是表達方式不一樣而已